大家好,我是摩根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或者评论告诉我说出一个边境突围的教学 其实这个模式我个人的理解不算太多吧 大概有700场左右,每天几十盘是标配啊 总之打的比较多了,熟悉的东西也会比较多一点 不算教学吧,分享给大家一些经验啊 首先进于英雄方面,首选近的是打己后裔公孙黎 其次是公本张良东皇成吉思汗 像点尾貂蝉猴子这些说实话真的不强啊 出门还没打就被削弱了20%多的输出,怎么打呀 后期发育起来了,三个人捆一起还打不赢一个后裔或者二哈 记住必进打己,其他的谁自己心意就好 我经常看到把把有人进貂蝉啊,他真的不强 然后是名文问题啊,战士或者射手必须带夺萃 或多或少必须带一些 如果你玩的是暴击流的,就带无双 霍元这模式的性价比太低 无双是暴击伤害,霍元是暴击率 法师带名文也是吸血为主,冷却缩减不要 主穿透,非常简单易懂啊 续航为核心,中后期爆炸输出是根本 然后就是发育问题啊 喜欢单人多排的不仅仅是我一个 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么玩的啊 确实刺激好玩 不过呢,难免不了的落地成合很多次 我也不例外啊 跳主成核心的时候,如果你是单排就跳周边小屋 然后沿着边缘打就行 站立差不多2000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主成核心浪一圈了 如果不太敢跳,那就跳台成就好 装备爆的相对也不错 特别靠边的地方或者野区大草丛不建议去啊 原因很简单 四分钟左右的时候会刷出红箱子 这个东西是围绕着主成刷的 很大几率刷在主成周边 看着点时间,到点了就多看几次小地图 第一时间赶过去 可以瞬间把装备差距拉大 前期发育的时候多踩绿箱子多打罐子 罐子爆的东西比野怪好 就是升级慢了点 尽量多把野怪拉在一起打 不浪费时间 什么跳小村庄或者偏离主成的地方慢慢发育啊 不存在的兄弟们 等你跑到主成发育 那就是送人头 狗到决赛圈也行 看自己心情吧 反正那样打 我个人感觉特别憋屈啊 不爽 记住主成台城这两个地方就行 两个地方距离还比较近 刷完了就换地方 也不浪费时间 更新后呢 背包有个小仓库 可以存些后期 可以用得上的装备或者半成品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减取事业药水 盐陷阱 有多少减多少 药水大概十几瓶够了 也喝不完啊 大药减一组够用了 小药减两组 持续回复减两组或者一组 剩下的地方留着放技能 如果你是射手 装周大招必备 没有这个 你在决赛圈一瞬间就没了 中期需要女娲的飞天 还有单挑力气 安琪拉的二技能 喜欢打游击的 带孙兵的大招比较实用 近战类似赵云 点尾杨减这些英雄 鬼谷子的二技能就是神技 一直用通关都没有问题啊 程晓金的大招回血 削弱40% 作用不大 是纯穿透的英雄也必须出啊 如果没有 后期一个打几打你就一套 并且没有漠视 来个肉盾你要打半天的 法师面具 法杖杖和金身是标配 这个一想就知道啊 如果你是项羽 或者非常肉的英雄 建议捡起来法术神器 奥数法杖 然后出个反甲 不仅仅可以反伤 还能无限触发奥数法杖被动 后期鞋子卖掉 买明刀 其他别买 明刀纯净苍穹 装周大招 三次减免够你撸的 还有吕布前期打怪 武器压根抚摸不了 有个小技巧 就是你拉一群野怪之后 找一个瓶子 一刀扫过去就抚摸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瓶子比较多的时候 是不会抚摸的 只能用一技能打一个罐子 才可以抚摸 这个前期发育非常重要啊 估计很多人知道啊 到了决赛圈的时候 视野药水别留着 一直喝 把眼插在尽可能中间的地方 别人团战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机会收割了 如果毒圈很小的时候 持续药水 记得一直保持 如果知道他们失野了 和平持续回血 获胜的几率也就更大 然后是属性buff问题 优先买防御和魔抗buff 现在基本上自动减取就快满了 如果金币不多 优先买这几个 后期要的是容错率 而不是那么丁点输出 站得住脚才有说话的根本 这就是我目前的一点小经验 可能还有很多没说到啊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技巧 或者经验了 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大家相互学习交流一下经验哈 好了 那么今天的编辑图小技巧就说到这里 大家帮忙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